据媒体报道,2018年,小吴因为自己的眉毛意外爆红,人称发际线男孩,上综艺接广告,一阵红火后又沉寂了下去。 最近小吴接受媒体采访,坦言因为爆红,还清了四五十万的欠款。 面对网友的质疑,他称,网络暴力肯定有,但现在已经几乎不看网络了,这一系列的变化让他直言,还是喜欢普通的生活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